大家好 我是小屁韩服天堂暗12月13号的更新消息出来啦 影片开始之前 请记得订阅小屁YouTube频道 并且打开小铃铛 第一个活动就是隐藏的冰宫房间 那这个是持续到12月20号 这段期间你可以制作冰宫的传送图 然后进去之后打死怪物就可以获得奖赏 那这个就跟之前一样 你在时间内把怪物全部打死的话 你还会有那个特别的隐藏箱子 这个就跟上次一样 进去是可以用流行语的 那60灯以上每天打100只的怪物 你就可以获得一个冰宫的钥匙 秘密钥匙 那这个冰宫的秘密钥匙 是可以来做冰宫隐藏房间的传送卷 好 那你今天你可以用100个祝福粉末 不是高级祝福粉末 100个祝福粉末跟50万天币 你可以做一个冰宫的秘密钥匙 每天啊 每个角色一天可以做一次 再来的话 一个秘密钥匙再加上30万的天币 可以做一个冰宫的秘密地图 就是传送卷啊 那一个角色可以做14次 这个就跟上次的这个规则是一样的 好 那你做出来的这个传送卷 使用传送之后会CD10分钟 所以你如果要挤在一起一次用的话 一次10分钟 然后60分以上才能进去 里面的怪物会掉4臂 那如果在时间内打死怪物可以拿到一个特别的这个宝箱 就是可以打这个特别的宝箱 打爆之后大奖是红圣物这个冰之女皇的皇冠 那也有高级圣物变身娃娃各11抽 跟4臂还有觉醒碎片 跟龙之圣水还有龙钻 那这个以我们以前的经验来讲的话 就是必打分身也要打 爽拿必啊 接下来就是这个大师世界大会战啊 这个持续一个礼拜 由于虚空的誓愿跨国副本演一个礼拜 所以这个礼拜台韩都有出这个 那这个的话就是让大师副本 就是支配之塔或者是爱妖丁城堡啊 又或者是模组那些的BOSS必掉金这样子 好 再来就是金字形神塔第三季来咯 那持续到12月27号 那这个的部分的话就有改了 因为之前第二季跟第一季完全一样 那第三季的部分 它的复活时的贩售数量变多了 再来就是你的进去之后 你在打各个这个阵营的时候 它是会有增加BUFF球的 BUFF球有两个 第一个是增加进商加5 进命加5持续8分钟 第六个是这个速度啊 攻击速度加50% 那这个是持续6分钟的 这个BUFF球 再来它还有新增的这些东西 最左边的这个 是石像鬼的这个陷阱 它是固定的 你如果过去之后就会触发 应该是会扣写的 因为它没有讲到 那中间的话是毒蘑菇 会自动爆炸 范围毒攻击 右边是炸弹蘑菇 自动爆炸 就范围攻击 右边这个葛林 长得很像我的 我们无课玩家就是葛林 打死它之后 会有机会可以获得 体力恢复剂解毒剂 战卷复活时 跟回魔的药水这样 那现在你在特定的时间 它没有讲说什么时间 踩在这个地图上 它会有机会触发陷阱 然后这个陷阱的话 看起来 我记得这个闪电线 也是会秒杀的 很可怕 所以应该是会给玩家 有时间去反应 去反应 然后本周韩服是变身觉醒 这个东西的话 应该大家不陌生 大家祝大家好运 祝大家好运 OK 以上就是这一次的 韩服天堂验12月13号的更新介绍 如果你还有任何的新的消息 问题情报 也欢迎在这部影片下方留言 记得订阅 打开小铃铛 按个赞 我是小屁 我们下次见 大家拜拜 拜拜 巴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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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 拜拜 拜拜